当然中国也面临自己的巨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 最近有一个讲话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他说中国的疫情危机提示了我们美国的企业 应该在大中华地区之外建立自己的产业链 这明显是要找备胎的意思 那么当然美国想拖链这种想法由来已久 当年乔布斯去世之前 最后一次见的一个人物是奥巴马 因为奥巴马要求乔布斯帮他在硅谷 开一个这种巨头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这叫问策 说问问美国制造的前途 那么奥巴马就问乔布斯 说为什么你不把苹果的生产线搬回到美国来 我们美国的制造业也曾经是世界的中心 当年美国的崛起就是把他欧洲的制造业的中心搬到了美国 结果乔布斯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当年我的最新款的iPhone设计图纸 我们知道乔布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到最后一刻都还在改变 把下面的技术人员都逼疯了 说最后一刻说OK我的这个显示屏定了 我就用这个产品生产设计的图搞完 说搞完了之后 当时他的主管生产的副总裁 当即就买了最近的一班去中国的机票 然后到达的这个富士康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然后只听见这个拉掌啊生产线的主管人员 一个哨声 然后所有的还在半夜里睡觉的工人都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马上匆匆的吃点吃两口饭都投入到这种工作状态 一星期之后一条生产线的产能就达到了十万台 这个时候啊乔布斯就非常幽默的就问奥巴马 说总统先生 你的美国哪一个州能够允许我在半夜的时候 把工人叫起来给我加班 所以这就说在奥巴马时代 这个要把苹果叫iPhone的制造 只能现在写的是Design by California 也就是加州设计他所有苹果的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 所以奥巴马要把苹果的制造的产业链扳回美国的这个想法落空了 到了川普时代 川普用了各种方法 威逼也好利诱也好免税也好 希望把这个制造的中心 把美国制造重新这杆大气扛起来 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也是成效甚微 但是此时此刻 当中国现在几乎说进不去也出不来 变成一个疫区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其实中国制造面临的挑战 有和全球产业链拖链的危险 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复工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严峻的选择 当然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一方面疫情的挑战 到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 另一方面经济其实是不能停顿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 那工厂如果没有钱 其实对于整个制造业的链条就有拖链的危险 也就是别人会寻找备胎 当别人的备胎的产业链 我们知道很多地方 无论是越南也好 印度也好 其实都虎视眈眈 我们如果现在去美国的商场再去想买到一件Made in China的服装 其实是很难了 我甚至就看到过说克罗地亚什么塞尔维亚 南美 墨西哥 各种各样的制造都在允进美国的市场 所以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也面临一个和全球的产业链拖链的危机 我们下来说克罗地产业链拖链拖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